2月20号晚间在南京路中央草皮广场 台东施工所先进行试灯 绚丽又可爱的大型灯具 已经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拍照 更为23号当天的活动进行预告 2013台东庆元宵灯会 我们今年预计于2月23号 于南京路开始展开 那这一次的灯会啊 我们有几项的一个活动表演 首先我们在下午3点的时间 开始绕整个台东市区 沿着我们的旧火车站铁花路开始 然后再行经我们的热闹中华路 接着再经由我们的大通路 回到我们的南京路广场 然后沿途我们在几个定点 都有特殊的这个行径间的 我们的庙会、镇头 还有古镇的一些表演 那在下午6点之后啊 我们在南京路的广场啊 有特殊的这一些晚会 首先我们在南京路这一边 我们先开 先表演出的是我们的一些歌舞表演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还会在6点半的时间 开始炸第一场的邯郸爷 由轩武堂的 由轩武堂来做表演演出 那到7点的时候 我们会正式啊 揭开整个灯会的序幕 那灯会就是我后方这一边啊 整个灯会我们顶灯仪式启动之后啊 呃围棋是从23号到28号一周的时间 那大家可以西家带券一起来参观 明镇客长表示 这次活动相当精彩 在2月23号下午3点钟 会先进行元宵民俗采接 从旧火车站出发 到了晚间6点 旧式重头戏 在南京路市民广场 进行晚会计划灯的点灯仪式 晚会当中也会邀请到 新岁地邱浩翔进行演唱 更有多组的精彩表演 台东市长陈建格也邀请民众 在2月23号当天 一起度过最精彩的元宵佳节 东台宣布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